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法权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小脸头里面其实有一个 一开始有一个中线的概念 什么中线呢 我们先简单一点定在我这个中间 作为一个中线 好了在小脸头里面 其实我们大概都是一个固定的情况 好 我现在就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法权 做这个动作里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有这种力量 但是我首先有守住那个中线就是说 现在我是一个手爪来带动我的手来动 所以现在往前的话 其实我一起往前跟往后 对在这个中线的一个直线上面去走动 如果离开什么是离开那个中线呢 如果先讲个手一往前是摆动这样的块 就摆动往前这块 那这可能就离开一个中线了 所以首先简单一点 不是有太大的力量 我们习惯用一个手爪来带动 把这个固定的路线在那个中线上面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改一下那个位置 改一下那个角度在一个侧面的位置去做一个发拳的动作 好了我们先这样拔了个拳 可以把手水下来 或者我们就先手脸头里面一个摊手啊 副手的一个手找的位置在这里 好了 但是我们先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想想打个高度在这里 这个位置在大概我下巴的位置的话 我可以把手往向 这个实时可以往向更高 往向下去 就一个手的摆动去调一个位置的 好 我现在就把那个位置放到这里一块 或者把手调到这里 好了 刚才说 我拧一个手爪来带动它 找一个极限 那现在我们全 往的方向就刚好是一个极限带动 好了 那但又记住 手回来的时候 我不要把手抄回来 我尝试把那个手 手爪带出去 同样 手爪带回来 同样 如果它高一点 压一压的 就调高一点 发拳往下 发拳往下 好 现在再多一个动作 其实我想说 我既然能把手调的话 我先讲 我把手先往目标打 往这里 回来的时候 我把它往下 然后才带回来 如果重复一个动作的话 我再把手提高 发拳往下 回来 然后再把它放回这个位置 好 如果这样的话 两个手 其实就是一个交替的 的时候 好了 当我们现在习惯 两个手都打同一条线 顺便的话 我们开始要困一下 那个节奏了 但首先 必须摟一个 就是当我们发拳的时候 在一个不要 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 先做好那个麻 就像那个二级线的麻 或者先把那个 整体 做下来 或者有一点 顿下来 一点点的那个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我站得太 直的话 其实我手 怎么在动 其实很多那个力量 可能都会不要 躲在那个肩下面 但是如果你坐下来的话 不是一个形态的话 帮你手摆动 其实 一个是一个向下的摆动 也是一个 你的 腰 也可以说 这个腹部的肌肉 其实会承受力量的 好了 在手方面 我们可能要看一个电影 里面是 夜晚里面 那个印记单 表现出来 都是一个 连环发拳 好了 但是老一个 因为 我们很容易 有这样打的话 我们把那个手 都会往下降下去 有什么不好处呢 因为 如果手往下降 其实恒代的一个力量 都是从向 往下 那个跟你的体重 有特别关系的 但是如果你 心形比较矮小的话 这样打下去 其实那个力量 也会 要顺利来 也会比较减少 所以 现在有一个概念是 先从下 往下 可以说 我先顶 那个高一点 就是顶在这个位置 就跟刚才一样 其实我手时又 把一种往下 是从下 往下的一个打法 现在就开始 ع多了 了 软